去年7月南投发生了李启的四死命案 那么当时这名男子呢 因为不满女友令捷新欢 在米酒里加入了崔雅记 这个案子今天宣判 下毒男子被判处无期徒刑 冬冬一时的南投四死案 一审判决出炉 下毒杀害两对夫妻的朱明福 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尺夺公权终身 他在法院审理当中并没有悔意 因为他都否认犯刑 他有非常多的抗辩 时间回到去年7月 朱明福为了报复前女友王美勇 移情别恋 在米酒中加入葡萄崔雅记 想毒死王美勇和新欢林静怡 却也意外害死另外一对夫妻 造成四人死亡 死者林静怡的父亲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接受丧死直痛 哭红双眼直说要凶手偿命 这起死命案一开始因为死因不明 死人连环暴毙一度造成恐慌 后来抽丝剥茧 查出是报复下毒情杀案案情急转之下 法官认为不能确定朱明福是故意杀人 因此不判处死刑 不判处死刑 但死者家属伤痛未嫔 文州无法原谅雄州 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